你老婆 真真扯着呢 那还能合奖 那好了 没错 我外头是有人 而且我还把人带到了家里 要不是因为你爸 一千万的遗产 我会留着你这个废物到现在 你不是要过离婚吗 不是很厉害呢 起来啊 看到了吗 这要多谢 现在谢了 他爸的仪恥 他也怎么杀 那个老东西 临死之前给我们留了一千万 这结果才倒着二百万 剩下的八百万 让我们结婚五年之后才能倒着 本来就差一年之前就倒下 没想到 让他发现了 真是老街的句话 前一倒下 你得立马让他死 那是大人 还有他的这套房子 倒是嫌我的面子 那就得看你表现吧 把我凑合好 要什么 有什么 这一台房间 你不是追求刺激 那是刺激到你 你好嫂啊 你好丑啊 你好丑啊 你第一个 你来 啊 他 他醒了 哎哎 吳徐欣 吳徐欣 嚇死我了 是賢哥 去別的房間 讓他撒我們的心 你你又給我拉床了是不是 你是不是想氣死我呀你啊 你天哪你還不是下個算了啊 出來醒醒來 媽媽你別怕媽媽我給媽媽洗 媽媽別怕你一定是難受對不對 總統把你洗 阿姨 給你幹活我每天都來 彤彤怎麼了 阿姨 你家裡奶奶和我媽媽一樣躺在床上 你能借我一包娘不是嗎 等彤彤長大了會還給你的 還說什麼借呢 阿姨啊 現在就給你拿去 阿姨 這個呀 是隱私木高 你媽媽肯定需要 孩子啊 還需要阿姨幫什麼嗎 謝謝阿姨 不用麻煩 老彤彤自己可以照顧媽媽 哎 真是糟糕了 這一家子的良心 嫁起來還不如一個孩子 阿姨說抹了這個媽媽身上的傷就好了 媽媽穿上這個就不會弄髒床 奶奶就不會生氣了 你的錢買尿布式 兒子 老公 你家戳橋 夠了 快來啊 這手糟糕可不便宜啊 這個廢物 我怎麼敢不花這些錢 手糟糕 我們先去背不清 我沒頭 我沒頭 媽媽腿都回來了 我不想媽媽疼 你還敢撒謊 你沒看我們家怎麼少兩百塊錢 媽媽從頭身子不是小的 兩百塊錢用不多 要不算了 兩百塊錢多少錢 你要是敢動老娘的錢 老娘的錢你招惹打 媽媽你快醒過來吧 東東真的不是小東 彤彤 餓了吧 快吃 謝謝爺爺 你快吃 慢點 不夠 爺爺再給你拿 才來是孝順 媽媽你也吃 兩個人 你在幹什麼 老婆我什麼都沒幹 你別誤會 有媽 把這個老公死了 他竟然上學出了信 你真的都是誤會 都是誤會 我還敢騙 我親眼看了 不是你這個大叔 我你不行 勾勾引自己的公公 你自己把我惹 你別誤會 我會 你不要誤會 你不要誤會 我不要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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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誤會 我不要誤會 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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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救我 童童 叔叔你喝啥 你们的婚事我不同意 爸我和世贤真心相爱 我不要请家的钱 你要是不同意 我就不认识这个爸爸 您怎么了 要不要去医院 我要立医主 你最好给我少吃点 少拉点 童童不在 别指望我会好好测 童童已经死了 等你爸的遗产遗到证 我就送你到地下头去 世贤啊 留一留 我没有遗云 你 你 童童呢 叔 你把童童放哪儿了 在 在休息后面 小雪 童童 童童你在哪儿 你好 我 我 af 剩下 我 实意 没有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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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ás 《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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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人膜和頭部都受到個劇烈撞擊 導致顱內出血壓破了神經 這會影響到她的聽力 《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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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咱们要统一口径啊 这彤彤可是自己出去摔死的 跟咱们家没关系 阿姨 她醒了 我是不是就得走了 当初吃火菌该撞魂点 想不到留你那么多心 还能饿 天气热请大家吃西瓜 不喜欢吃啊 那我给彤彤吃 你姐 你不记得以前的事情吗 以前的事当然 你记得了呀 医生说我车祸受了很大的刺激 忘了很多事情 凶手找到了没有 刘士贤 你这出轨 你婚吧 我爸的钱和房子 你一辈也别想拿到 老婆 听我解释 钱和房子还没到手 快 快拦住他 是逼我的 乱车 老婆 你出车放那段路没有监控 凶手还没找到 你 你看到凶手了吗 没有 没有 不过老公 你那么爱我 一定不是防护凶手的 对吗 对 对 对 那我就放心了 好 那我就等着老公 亲手把凶手送进监狱 老公 他 他是谁啊 他是我 他是我 是世贤哥的表妹 你生病的时候 都是我帮你照顾你的 你害怕什么呀 你害怕什么呀 难不成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啊 趁着我昏迷的时候 跟世贤混到一起 你不错 我没有 瞎子什么呢 他就是我表妹 表妹表妹 你慌什么呀 我连什么都没有做呢 你干什么 别害怕呀 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我可得好好感谢感谢你 主机到现在死了 别死了你 好心想要等待你 你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我说了 我要好好感谢你 别救我 这是世贤从法国给我买的睡衣 我一直舍不得穿 送你了 这 给我的 嗯 这很贵吧 也就 十万 十万 是一顺睡衣而已 你帮了我这么多 这只是个开始 以后感激你的地方 还多着呢 老公 自从我醒来以后 咱们都还没有过过二人世界呢 要不咱们今天出去吃 好 我叫我叫下帮忙 哎 就咱们两个去 这 怎么 你不愿意单独跟我去啊 愿意怎么会不愿意呢 啊老公 那你等我一下 我先去拿个包 好 你怎么会不愿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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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心就是好 穿什么像什么 这衣服穿在你身上 哪个男人看了不心动啊 姐姐说什么呢 这衣服 哦 这个衣服你什么东西也配给你 嗯 你行吧 谢谢老师 哦 对了 我今天有事要出去一趟 就不在家吃晚饭了 你就好好在这美吧 喂 爸 我在浴室摔倒了 你能不能来帮我一下呀 两个不仁智老心屁 别别 你就等着被他折磨死 就是好快 小妖精还说摔倒了 时间长多了 老婆 我们走吧 怎么了 老公 我又有东西忘拿了 你陪我去拿一下 别想用唇语 哈哈哈哈 你干什么呢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哎呀老公 这下怎么跟妈交代啊 爸 多想你够赢了我 师傻哥你跟我说 我只是行 我不想听介绍赶紧走 师傻哥师傻哥 我去哪儿呢 你也滚 八友 生薩哥 你干什么呢 不是 我经历一些 了 走 在啊 你所有人都 Memphone 使 με了你 那 assured We have 有了 里面的对atan 今天这是第一步 以后还有的什么 你是说 这些都是楚若曦的技术 除了她还能有谁 她先送我睡衣 又让你办了我房间 正好收集让你看见 不可能 她从来都不是有心机的 你还行不行 就算真的是 我们也没有证据 手机没录音 反正不管怎么样 楚若曦不能再留 多留她一天就多一份危险 你的意思是 解决她 这是一种慢性 人持续吃一年 就会神不知鬼不觉的死 医生也查不出原因 到那个时候 我们的钱早就到手 一年过去了 一天清晨 她独自骑马上了山 她来到那块巨石根线 念着开荣众 老婆 谢谢你啊 我跟咱爸聊过了 都是李丽的错 幸亏你急着叫我回来 要不然可就酿成大错了 老公 夫妻之间不用说谢谢 一直对外才是应该做的 可是咱妈喜欢李丽 我们为人子女的 是不是应该都帮了吗 老公 你想多了 我可喜欢李丽了 我可喜欢李丽了 谢贤哥 我们的孩子太冻了 快来听听吧 老婆 我还有点事情 我先出去一趟 你晚上不用等我了 龙龙闭眼 杨少月 冷 wygl 象老婆 没事吧 臭小 我 你敢杀害我儿子 我给你开了 妈妈怎么了 我都不认识了 我今天让你也别喝过 不想不想 老娘今天告诉我 你们那个破事全知道 被伤害我孩子 儿子出轨在先 想算怀疑就是你的 老大 老大 我以前让你儿子 你现在还想要跟我拼我 你不信我儿子出轨 就是想弄害我们家的餐厂 你行后该多了你 那个 狗 我儿子上好了 我跟你没完 快去 不 狗 你 杨哥 之前我爸的那两百万 我想原路返回 您是我爸最信任的律师 我想麻烦您帮我保管一下 我妈 妈妈之前不能报 从现在开始 也不会再让他们欺负 这玻璃找得偏一点 我眼睛就吓了 这下手也太重了 你们家属好好看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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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前方 对不起 我出一半个电话的 我只是感觉到孩子太动 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我才能跟你跟你跟你 这不好笑似的 哎呀 莉莉啊 这怎么能怪你啊 要怪啊 就快出现个剑影 自己给他共同梦下去 这么做的事 简直是个十线毒素 你心里遇到多容多险 没想到这么快 他真是心跳 你 就怪他老爸 那个老子 死都死了 死都死了 老子这管了 哎呀 儿子 那八百万就没有别的办法 你老妈可是一片都倒不了了呀 哇 你说 就 要到我结婚 就 只能被骞泽按手印才能到手 今年是最后一年 还不是非要跟我离婚 还要把房子和衣衬都带走 你也不会开始炸他 他现在不会也待会 这火之前的事情都想起来了吗 要是他知道 是你开车撞的他 那会把他全房子呀 你也想到我睡在你那里 他要是装的 就别 累死他 彤彤 来 快点帮帮帮看看 那你摔口呗 痛不疼 妈妈 我想要那个 还是不会 你心里越来越踏实了 若西这次醒过了 跟以前不一样 这可真麻烦 你 抓他就抓狠一点 他想看爸 躺得跌跌起来 糟了 他妈在收莫的资料 我问了是否了 那里面 如果你在车县县县的照片 他恶同心意在家 不会看到吧 哎呀 你这手指上去去哪啊你 我又是看错了 我们去哪儿呢 好 妈妈帮你拿 走 你先拿去玩 等妈妈收拾好了 再来陪你好不好 你先拿去玩 等妈妈收拾好了 再来陪你好不好 你先拿去玩 你先拿去玩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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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走 我走 这林哥有过玩具球赛队 有人来过 你怎么说 我刚带什么都好看 你们今天记过书凤 我都看上了这个玩具熊 我就拿下来给他玩 老婆告诉爸爸 除了这个玩具熊 你还看到的是 跟爸爸说实话的 爸爸给你买一屋子玩具熊 我还看到了一个文件 彤彤不要胡说 彤彤不要胡说 童彤都看到了什么 什么给我听 我不知道有什么文件带 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难道除了出轨 你还瞒着我别的事情 出轨的事情是什么 可以解释 爸爸我对你这么好 你不能弄伤了 他随便算 危险的不是就样 危险多分不是多险 你怎么变成了现在就样子 说你看到了什么 你放给我 这小胖走 大夫就看到了 爸爸别打妈妈 我去给爸爸妈 哎 糟糕不要 你看你还不如女孩懂事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你不是想看吗 我让你看个够 让够了好胜 我知道我工作辛苦 所以特地给你预约了体检 是没想到 你既然诬陷我翻你东西 你跟妈妈在书房看到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妈妈看爸爸工作辛苦了 该去看看医生 我没有撒谎 爸爸你也打妈妈了好不好 还对我没有信 我的婚姻到此为止 离婚了 我爸的遗产一分也没想到 从来我们走 狗婆狗婆 喂 儿子 你弄死他了呗 这么多东西在哪乱放 都不混蛋 童童 今天的事情不可以跟任何人说 否则你和妈妈都会有危险的 知道了吗 走 你是谁 救命 救命 别怕 是杨一坑 是杨哥回来的 杨哥是爸最信任的人 有他在里一定会有办法的 你现在还不收入的时候 我说不起来 别 你老公还在罗审 冒昧了 杨哥 不能让梁世贤发现我看过这些照片 冯夷 有我在 谢谢你 不而已 杨一说这里可不危险 如果你不愿意 我可以带你们一起来 我今天才知道 我爸的车祸是他害的 他伤害我最轻微 我不能忍 我要找到他的犯罪证据 让他付出代价 好 那你们保护好自己 我去把书房的东西清理一下 好 洛西 快上车 还好有件无险 洛西 你现在知道了梁世贤的真面目 他如果会发现你没有失忆 才知道了楚叔叔的车祸真相 他会杀了你 杨哥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爸的车祸不简单了 我也只是猜测 一直没有实证 我刚才看了你发给我的照片 没想到 杨世贤也在车祸现场 那这些照片能治他的罪吗 不能 当时安华现场没有监控 他完全可以说是恰巧路过 事情过去的时间太久了 想要铁证给他 那我更要留在他身边了 他的书房不让别人进 里面一定还有证据 不行 你不能再冒险了 他们人多势众 你这样太危险了 什么多 那我更要让他变成乌家管理 家人各个 很多他们的关系 很简单 那你一定要小心 有任何情况 密码多打电话 哦 对了杨哥 今天救我的人是谁 今天救我的人是谁啊 是没人出谁啊 爸 以后有机会再叫上他们一同一认识 好 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 他身手不错 应变突发事件比我强 就找他帮着忙 杨哥 我没有开清他的长相 麻烦你帮我好好谢谢他 这个放心 小意思 现在我们去哪儿 去医院 彤彤该治疗耳朵了 好 坐稳了 彤彤坐好 孩子 今天还准备出院治疗 你们谁背后 给签个字 杨哥 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人 你能不能帮我照顾彤彤几天啊 接下来我要一步一步搞垮梁家 想找个可靠的人 你帮我照顾彤彤 孩子交给我你放心 你也要注意安全 彤彤 你先让杨叔叔陪你几天 等过几天病好了 妈妈再来接你好不好 嗯 哎 哎我来钱 哎呀 快戳呀 我家那老妖婆把我的钱都给没收了 我要是有钱的话 一定打伤你到脱光的 爸 啊 儿媳妇 儿媳妇你怎么在这儿 我就随便看看 你可别跟你妈说呀 爸你好像很怕妈呀 谁不怕他呀 他就一个木老虎 爸妈都是为了这个家 其实他很温柔的 他还温柔 他温柔的话 就不会把他亲生女 爸你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 我可什么都没说 对了 刚才听见爸说 钱都被妈拿走了 哎 要不要我给你拿点 你可别胡说乱想 我只饿了 都都哭哭叫 我就是想给你借点饭去 爸 都是你家人说什么借呀 有需要再找我拿 这乐习倒是 哦 对了 爸 这事儿千万别跟妈说 我懂 我可就不能给你了 我懂 哈哈哈 我迫不及待的想看到我 很亲爱看到自己老公偷吃的样子 老婆 那些事情真的是个无关 别东西 我不好行不行 那你说 你真的跟别人出轨了 还让小三怀了你的孩子 那个小三到底是谁啊 原来他在意的只是问 我突然到来 他真懂得记忆东西 他还像以前一样 老婆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我是被冤枉的 我和他老东的电话号码 就差一位数 他本来像咱跟他老公的 结果 老公里的车里 是 自行 谁说不是 老婆 我之所以能有今天 你全是因为你当中 我怎么可能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要是 不如你跟我说 火梁事前发誓 要是做对不起楚洛西的事 就进生初步 下半辈子 受判清 一无损 全家不得好死 全家不得好死 怎么 再说啊 果然全天下没有不偷心的猫 我们离婚了 放 我梁事前发誓 如果梁事前做了任何对不起 楚洛西的事情 我就 并身出户 下半辈子 重判亲离 一无所有 全家不得好死 老公既然都这么说了 我当然想死你了 咱们吃饭吧 都饿了 好吃饭吧 哎等一下 我还有惊喜准备给你 等我下 表 据我多年建家经验 那对不起 一定有问题 是他 发个事就经历了 这也太容易了吧 发誓对有些人来说 就得保险 经验还不少吗 看来没少经历啊 经历都有什么不好的 是热关向那个女人好准 刚才那个人 怎么那么眼熟 老表哥 你干什么呢 好 没事 可能我看错了 走 知道了 你们跟紧点 我马上就到 老婆 为了欣赴你重获新生 我点在这里最最 那就谢谢老公了 不过我还有点事情 今天你就自己先吃吧 你们别服务价了 你把酒喝完再走 老婆 你要去哪儿啊 真以为我爱看你 这么点 喂 莉莉 马上来维多克喜餐厅 某个惊喜点 庆祝我们的孩子 即将出生 艺别手 我的 中心 有什么 你习什么 这里车多 要不是我说 你小命都不保 谢谢你们 今天来不及了 等下次有机会再好好感谢你们 举手之劳而已 对了 你这么着急是去看 桌奸 小兔儿乖乖 把门儿开开 宝贝儿 他们看你 喂 110吗 我看到清云酒店 2108房间 有人蔓淫嫖娼 嗯 好 举报者说就在前面 就在前面 卓西不好了 你父亲之前打给你的200万 全部被转移到一个陌生的海外账户 无法原路返回 怎么会 是谁干的 是梁世贤 他趁你昏迷 想把这笔钱变成他的个人财产 梁世贤 我好后悔当时没有听办吧 若曦 一定要振作起来 只要你和童童还活着 一切都还来得及 梁世贤 最好记住今天发的都是 会应验的那一点 谁家的孩子竟然老板扬 到底是亲自居民 还记得那天你救了人吗 他就是你之前出国辞出过你的楚叔叔的女 与人不输 差点被傅家害死 现在正式向傅家开战 孩子托我帮忙看着 傅叔叔叔 爸爸你看他为了赞出国留学的钱 腿都磕破了 你就帮帮他吧 你个小丫头啊 倒是大方 难得我女儿喜欢 你出国留学的钱 就出了 希望你能学业有成 回来为我们的国家 所贡献 不会的 傅叔叔 有选的要赶紧擦药 要是感染了就不好了 傅若曦 是他 你去跑跑步是怎样的 博言 老娘嫁到你们家这么多年 做牛做把 伺候你们全家钱和 老了老了 你怎么说这种事情 你对得起我吗 天大好轮回 你坐龙女儿子 如今你也尝到了背叛资格 过了 要不是你管黑买力 因为连我钱都不给 还不让我喝酒 我不是因为郁门 才助你消遣的 你现在该去做了事 过 别再打爸了 爸是个男人 你这样让他多没面子呀 二姨不说得对 我是个男人 放 你把我女儿推到床下 害她失蹤 这罪念 我一定会让你惩罚 来了 我上放开了 你们谁是梁某 他就是 两位有什么事吗 我是这个小区安全监督委员会的会长 上面调查一些情况 这上面说的好色魔鬼是不是你刚嫖娼被抓 又把自己的脑袍打成瘫痪 一见到女人就开始起色心 要把你搬到这个小区去 要不你全家人搬到这个小区 我告诉你啊 我们小区里有很多单身未婚的女性 还有很多女孩子 请问允许这个危险存在 这房子是我儿子的 想住多久 就住多久 你算是哪个通 还想赶我出小区 你先凭我这个小区的安全负责 我告诉你 这全小区都知道你家的破事 你要带着不走 我就把这事情走到你的工作单位去 让老板和合伙人都知道 你们家有个无而不做的好色之徒 别别 爸 你现在我妈想想有事情停歇了的 你 你说什么 我把你们从乡下街到城里来 好吃好喝的伺候 是让你们给我做饭好好带孩子的 谁让你们搞出这么大的事情 现在全小区都知道了 都让你们给丢进了 你让小三怀孕了 才把小三带到家里来 你做的哪个比我强了 你有什么自个儿 批评你老的我 别说 爸 是谁说让小三怀孕啊 我个好儿媳妇 你拼错了 我是说你妈呢 你妈要像你这么懂事 懂得多提提这男人 哪至于闹出这么大的事 是 都管你妈 你 你这个臭事 医生可是跟我说了 你现在可是颅内出血 下半身瘫痪 我劝你对老子客气点 不得 我还没工夫伺候你端水端尿的 龙腰狗才刚刚开始 这才哪到 真正的询息 上脚上 三 二 三 三 杨杨范 干嘛 嗯 嗯 这就是我辛辛苦苦苦要当的好儿子 出了事 他想着把我们赶出家门去 你问你什么呀 你快点 这个事要关于老虎 被你全家抹黑 你儿子虽然不孝 但是 你还要吃什么 我吃什么 阿姨 你放心了 没以后 对你把你叫二的 哎 这家的女主人 不是你吗 那 她是谁呀 我跟你说啊 这个女主人生病的时候 就她天天往这跑 你这穿着暴露的 哎呀 我都不敢看哪 你 真是上梁湖这个下梁拐 当天的挑战 但儿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 你都在这梦呢 你又是什么呀 啊 怎么 你都 啊 我们小薰搞东西 你这个打得万块的女人 我告诉你啊 再说一句话我就不光你 你 你还想不过丢人吗 别人情意 别人情意 更丢人 更丢人 你再后 再后 你再后 童童 一定要带好她 有危险了 就对她说话了 我就会第一时间来到你身边的 谢谢叔叔 好了童童 叔叔该走了 下次再来陪童童 好吗 叔叔再见 拜拜 童童看到这个蛋糕 一定会很开心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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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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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治疗的怎么样 来 蛋糕 医生说 童童现在已经能够感知到外界的声音了 再过一阵子就可以摘掉主持剂了 太好了 这次多亏了有杨哥 别别谢我 要谢就谢老顾 老顾 老顾 是老顾联系的国外的最知名的专家 而且用了全球最先进的药 不然童童也不会那么快喝 不停笑 小时候一个大院长大你忘了吗 哎 他刚刚出去没碰到吗 那没关系 以后有机会认识 他很喜欢童童 每天都要过来陪他 那麻烦 杨哥帮我约个时间 这次他帮了童童那么大的忙 我想好好感谢感谢他 这个没问题 班主持 我还是很担心你 你要不要先离开梁家 你爸车祸的事我在想办法 不行 我一定要找到梁世贤 杀害我爸的犯罪证据 你确定一定在书房 梁世贤的书房有个上锁的抽屉 我想那个东西一定在那里 只不过上次进书房 差点被他发现 梁世贤起了疑心 就给书房上了锁 看来我要重新再找机会了 那你一定要小心 梁世贤从一开始接触你 就是有目的的 一定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你放心杨哥 我会小心的 那你有办法对付他吗 有 不过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我想拿回我自己的房子 您能不能帮我找一个房地产中介啊 这个放心 包在我身上 冯冯 医生说你今天可以进去玩了 方法带你去买件衣服好不好 耶 好家好家 还有 给呢 今天是我们故事集团建立合作的重要人 你們都給打起精神 世賢哥快來楚洛西出軌了 這個真慘 是那老東西的律師 難道楚兒熙發現了什麼 你沒聽剛才說梁總的腦袋都出軌了 誰還有心情談合作 故事集團怎麼來到 這個就是華爾街神話不停箱好帥呀 可別犯了 可別犯了 顧問你這種人幹嘛那麼緊 是你們梁總約我們顧總來想合作 真的 對不起 郭總 我們梁總臨時有個十萬火急的事情 什麼十萬火急的事 比和我們故事合作還要重要 現在梁總這麼不定業 我們故事很難談 不不 我們梁總很敬業 因為 實在是剛才突然聽說自己的老婆出軌了 一時願望封鎖 他曾不能見諒 梁總很愛他老婆 所以才會 你讓你們梁總沒誠意 我趕快算了 楚若曦的老公是梁士賢 就是你現在要合作的梁士賢 梁士沒有若曦就沒有今天 你確定要和這個忘恩負義 殺妻害女的敗類合作 對不起 您勾打的用戶暫時無法 給我查查楊一載 是 喂 你快點 說西班牙男人掉回家了 什麼情況 他們就在飛 只要拍到照片 就逼他把稀疑八百萬提前取出來 他不想硬撞滿經費 可不可以先走 跟我同事賢的人 不想胡了 不放 你在幹什麼 我想幹什麼 你都把男人帶到家裡了 你還問我多想幹什麼 老公 你聽我解釋 都被我捉奸了 你還有什麼好解釋 洛西姐 你就承認自己出軌吧 欣許是賢哥看在你坦白的份上 原諒你呢 誰說我出軌了 你都帶男人回家了 還說自己沒出軌 你當我們演家了 難道你也覺得我出軌了 那你為什麼把這個老人帶到家裡 你給我一個合理的見識 我就相信你 他聊真有什麼 就都不要我 我和若曦清清白白 還請你不要誤會 沒你說話的份兒 出手 你是林總 我就出去接個電話 怎麼就鬧成這樣了 誰啊 這竟然都帶野男人回家了 我勸你少管閒事 閉嘴 林總你好 沒想到在這兒見到你 你是誰 你是誰 我是梁氏集團總裁 一直想跟貴公司合作 約了你好幾次 一直沒見到你 你敢跟我男人動手 以後再也不能見 什麼 你男人 今天是我跟若曦約好 他知道你一直都想跟林氏合作 我都沒有機會 他心疼你 希望我男朋友折磨我 希望能夠千橋搭卸 在事業上助你一臂之力 不是 因為頭痛要午睡 所以就選擇了家裡 但沒想到 既然不分氣 我能造白的物理 真是浪費了若曦對你的賠償心 媽媽 對不起 我不知道 我本來是想等事情談妥了 給你一個驚喜的 沒想到 你告訴我 今天的事情 是誰告訴你的 我本來是看在你 世賢表妹的份上 未婚仙玉男人跑了 還不計前嫌的收留你 可是沒想到 你竟然監視我 還不想我出軌啊 我沒有 從丁片起 從我家滾出去 世賢哥 我是喜歡若曦和彤彤的 所以我決定把這個項目給若曦 至於若曦給誰 或者四個誰也不給 我都沒意見 是賢哥 我肚子裡的孩子可是 閉嘴 立哥 從這家滾出去 我肚子裡的孩子都記不得 聽得對 好 我走 懷孕了 還穿那麼高的高跟鞋 啊 十若曦 根本就沒有失憶了 我倒要看看 楊世賢知道 會不會讓你活命 剛聽李文說 他跟男人亂搞 懷孕了 男人跑了 他誣陷你這家女主人 臭 帶你男主人回來桌監 他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你看啊 他就想去看這家 因為他肚子 是孩子 找我有嫌疑 他不是小三嗎 你賭個右臉子 你把我說話說什麼 我說什麼 說什麼 啊 哎呀 你放我腳下 他就無人 哎呀 腳下把頭到 你都無人 快跑啊 快跑啊 他主婦系的財產有我的 兩世賢 你也別想獨吞 信不算嗎 李老師教得好呀 真是許解一場 我知道腿都快跑斷了 都怪你哥 報信也不知道早報幾分鐘 好心美好報啊 好心美好報啊 背後說人壞話 你小心遭暴一點 行行行上車 睡不算嗎 李老師教得好呀 朱若曦 咬了這個 你死定 彤彤 媽媽一定會拿回屬於我們的意見 讓你健康快樂的展覽 最近怎麼總是投入 怎麼掉了這麼多頭髮 難道是車庫有了什麼後遺症 得去醫院檢查一下 我不能倒下 不然我的頭怎麼怎麼辦 老婆今天受了罪 我是被李律騙了 老婆你別生氣了 老婆 那個協議 你沒死吧 林董竟然把他給我 怎麼處置 是我自己去 老婆 那個項目跟了很久 如果能簽下他 公司就能更上一層樓 你跟童童也能過上更好的生活 可千萬別死了 是賢哥 我拍到特別重要的東西 你快看 是賢哥 我拍到特別重要的東西 你快看 你們兄妹還真是情深啊 剛分開就難捨 要不你把他接回來 我和童童離開這個架 老婆 不是我聯繫他 是他非要纏著我 我現在 就把他所有聯繫分數都刪了 我再也不聯繫了 那個協議 能給我嗎 要不是看在 賺錢是給我和童童花的分上 真不行 給 謝謝老婆 我就知道 你是我最好的鞋那種 好 不能讓梁世賢得到合作 他心疏不正 會連累到對方的 你放心 那份合同加了特殊條款 他只要老老實施 大家相恩無事 他要是敢動歪心思 保證讓他把牢底做出來 老婆 我去給你做飯去 好 敢跟我摔內 等我拿到那筆錢 你就去死吧 喂 杨哥 李莉她今天穿了很高的高跟鞋 我怀疑她根本没有怀孕 你帮我查一下 没问题 宝宝 来 快吃饭了 宝宝 这次的合作能态直到多亏了你 等忙过来这段时间 我带着你和彤彤 咱们去泰国玩一趟 正好我们家三口 也好久没有出去放松放松了 泰国 你可真会挑递了 好呀 我和彤彤等着 那我去把彤彤叫下来 不用 让他先睡一会儿 我待会儿还要带他回医院呢 彤彤的病还没好吗 医生说他头部受到了撞击 导致失聪 老公 我昏迷的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彤彤为什么会受伤啊 都是我妈带的 我不知道 我工作太忙了 是我一时疏忽 你放心 彤彤的病不管花多少钱 我们都给他治好 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接个电话 我接个电话啊 世贤哥 楚游戏根本就没事宜 我有视频证据 明镜和杨毅都是他的帮手 自从他醒过来 我家里的意外一见即着一见 二两成本庄 他妈会赶去乡下 莉莉也会赶出去 真的只是强惑 怎么了 老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了 老公 到底怎么了 我的事情你都知道的呀 我有什么可以瞒着你的 可是莉莉跟我说 你根本就没事宜 老婆 老婆 你很爱很爱你 如果你要知道你骗我的话 我真的会很生气 你相信莉莉也不相信我 你敢去打我 我为了给你拿到合作 我还低声下气的去求杨哥 把林总介绍给我 知道你工作压力大 公司缺钱 我还求杨哥 把我爸剩余的那八百万 提前打给我 那八百万 您提前给我吗 杨哥答应了 只要手续办好了 就等着我去签字 是没想到 你竟然怀疑我和杨哥出轨 竟然怀疑我没有失忆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八百万什么时候能够到这 我没有失忆有什么不好 难道我失去的那部分记忆里 有我不能知道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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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不对 是我混蛋 我不要怀疑你 你只惦记爸爸的遗产 你心里根本没有我 你到底爱不爱我呀 爸 你是知道的 我心里只有你 我只爱你 我就是自己工作压力太大了 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我想要爸的遗产 那还不是因为 我想用爸的钱 多赚些钱 能够给你别人童童 带来更好的生活吗 原来你是为了我和童童啊 对不起啊老公 是我误会你了 最近总是有那种 杀气骗钱的新闻 我还怀疑你是那样的人 怎么会呢 老婆 少看那种新闻 我怎么会是那种人呢 不是酒啊 八百万马上就到手 我就暂且再忍耐你一阵子 对了老公 童童今年也该上小学了 我看中了学校旁边的一套别墅 要不我们把这里的房子卖了 重新买一套怎么样 卖 卖房 对啊 等那笔八百万到账 再加上卖掉这里房子 凑起来的钱啊 就能在贵族学校旁边的富人区 买一套连白别墅了 富人区 爸爸生前有很多有钱的朋友都住在那儿 到时候搬过去啊 我还可以把他介绍给你认识 拓展一下你的人脉和生意 说不定哪天遇到一个亿万富豪 就能让咱们的公司飞王腾达呢 还是老婆想着说到 好 都听你的 还是老婆想着说到 好 都听你的 小夏 派你了 人已经安排好了 就等于老婆 谁来办法都能想的 牛啊 这是你哥的主意 万一梁世贤丧心病狂 真的对他们摸鱼不利 我们也好及时发现 及早发现 老婆 刚才林林说 他要证据证明我们是若琪的帮手 不会是我们在小区的对话 被他给拍到了吧 我们在小区的对话 被他给拍到了吧 给我找到梁世贤的情绪伶俐 把他手里的视频处理掉 让我 若琪不会被发现了吧 不好说 放废了 若琪说 李莉她妈是小三上位 她还有一个同步异母的姐姐 是她的客行 若琪想把这个人找出来 帮她对付你 等着我 十分钟后去见我 谢谢 哎 谢谢你 我 对不起啊 是我吓到你了 你先坐下 我来替你 哎 没事我可以 刘雪蕾有几次处理,不然会感染。这是曾经一个小女孩告诉我。 刘雪蕾要赶紧查一样,要是感染了就不好了。 你是顾亭香? 好了,这样就不会感染了。 没想到你就是顾亭香,那上次书房救我的,也是你吧? 你救了我,还救了彤彤,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不用感谢我,当年要不是你求楚叔借钱给我出国留学,我也不会有今天。 其实我回国以后,也一直在找你,只是当时你们住的地方,你们先请搬走。 要不是杨毅,还真找不到? 爸他…… 我都知道,没事,以后有我了。 对了,你身体怎么了,为什么会来医院出现?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总是头晕,还大把他掉头发。 没人知道。 检查结果要十分钟之后才能取的。 你呢?你哪里不舒服啊? 没事,我答应彤彤要送她一个音乐盒的,这次是来兑现承诺的。 你对彤彤也太好了。 如果彤彤是我的女儿呢,我也会对她这么好。 除了西,夜局报告出来了。 我去哪儿? 无意啊,怎么会这样啊? 没事就行,可能是最近太累了。 可是之前不会这样的,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可以把你的血液样本给我的。 我让更权威的机构去给你检查。 好。 没事就行。 对了,等会一会成功。 辛苦了。 要不要一起去看。 十相哥。 你怎么来了? 你看连这个视频,楚如西真的没有失忆。 你。 够了! 上次,你故意用到我和楚如西会议堂看到车口的照片。 对,你让黄一堂被抽了。 结果呢,自动能使她向我。 你就是想让我跟楚如西一遍。 然后你谎明这件事,我当然再有错。 再有拿到她的小区医生。 你最好乖乖的当好。 要是不让她当好。 我让你跟她一样,你也是。 你是不是忘了? 也许她怎么就知道,趁准备找你报仇了? 呃! 呃! 梁总,你怎么在这儿? 梁总,你怎么在这儿? 这里有一个文件让您签字,让我好找。 梁总,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姐姐! 你跟梁总,你们两个,她为什么会认识你? 她是我新招的秘书。 怎么? 你们认识啊? 梁总,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她妈是小三上位。 笨嘴的! 是的,你没跟我说,赶紧回你老家去。 我是梁总亲自招进公司的,现在梁总正需要我,怎么会让我怎么呢? 梁总。 我说是不是? 她说什么? 她说什么? 那张狗头的贱东西,要找的人去接上找,她可是你妹夫。 妹夫? 可我怎么听说梁总的老婆姓楚,不姓李呀? 这哪有你说话的?给我滚。 我怎么听说梁总是梁总。 我说梁总是梁总。 我说梁总,我看了这个视频,一定会相信我的。 原来你们还有联系啊? 老婆 你怎么来了 你可千万别误会 是他非要纠缠我的 怎么干都干不脏 别演戏 盛行哥很快就不知道 你也多的 宝贝 你真还两世间孩子 当然没有 要是不用孩子骗他 两世间还丑合 怎么可能 宝贝 还是你聪明 那家伙就是你刚才杨士兴 眼前章你帮你回上的孩子 那他替我们养儿子 宝贤哥不是这样的 一定一定是有人算计我 你相信我 是你 是你在我手机上动我手 那是你对不对 我就是个技术白痴 连电脑都玩不明白的 老公明是知道的 骗我 骗我 你是在撑死 你是不是忘了 当初是你把我灌子又骗我上床 是你说只要杵柱西一死 你给我闭嘴 明明是你趁我喝醉了爬上了我的床 再一个 我让你立马消失 反正也不是没杀过人 不信你就试试 老婆 你可千万别信他 他 他刚才污蔑你 说你根本没有失忆 看我不相信他 还当着你的面污蔑我 我 他就是想挑拨我们夫妻的关系 你可千万别信他 是这样吗 当然是 没有你这么好的老婆 我能看上这双女人 是啊 太太 梁总总说 娶到您这样的老婆 是他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我们都特别羡慕你们的感情 你可千万别因为一个下三滥的人 就怀疑梁总对您的真心呀 好饭也怕晚嘛 夫人区只有一套连排的房子在售卖 业主又着急出国 所以只要一千万 平时像那样子的房子 至少要一千五百万呢 我们得抓紧时间筹钱 不然就来不及了 可是老婆 周末是不是太快了 我们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既然老公不愿意 那就算了 爸爸的朋友们都是各行业的商业大佬 本来还想着在工作上帮到你的 现在看来 咱们家也只能开个小公司 没有走上上层阶层的命了 老婆 我也没说我不答应啊 行 那你就周末 好 老公 那你就等着飞黄腾达吧 那还不是因为 我有个好老婆 那我先回家陪彤彤了 好 林秘书 你帮我送下我老婆 梁总真心疼太太 你放心 我一定把太太安全搜上车 做得不错 你秘书说得对 对不起啊老公 我不该误会你 没关系老婆 以后我们都相信必在 千万别让这种健碍的经济得逞 好 小三都不会有好下场 你妈是 你也是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到底是谁把你送梁士贤身边呢 这个 你就没资格知道 哦对了 你可千万别跟梁士贤打报告 因为现在有我在 但一个字都不会信 梁总 有一个重要的客户来访 在会议室等着你呢 好 老婆 不好意思啊 没办法陪你了 没关系 我来是想告诉你 有人看中了我们的房子 便宜花五百万来价 等着周末转转过户呢 什么 周末 这么快 楚小姐 别忘了你的承诺 只要你盯紧梁士贤 提供有用的情报 我一定会让李立和她的妈妈的下场 鼻子越想孩子 还有李波 我那个亲爸 因为是他们出轨在先 却活活逼死了我妈 他们就算死一万遍 也不够 死太简单了 让他们生不如死 才是最好的 这是 李立她妈妈以前私生活很混乱 李立并不是你爸爸的亲生 你说什么 这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小礼物 也算是我想和你合作的诚意 李小姐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希望你别让我失望 今天你又一次帮我 谢谢你 不用放在心上 罪恶的人 就该把她送去该去的地方 她该去的地方 是第一 她叫王琪 是我的助理 今天就由她家搬买 那就麻烦王先生了 杨志典为人谨慎 你千万不要露出什么马脚 主要姐放心 知道这 最新款的货车 也得一千多万吧 好漂亮 开起来骗你 别说 转什么转 穷司机 能老子进入了富人圈 这种货车 不得买个辆巴辆的 王周理 他进去了 顾总 楚小姐 梁氏先到了 老婆 你怎么才来啊 人家王先生等你很久了 不好意思啊 王先生 最近公司也有太忙了 有点耽误了 这位就是我的先生 房上镇上写的就是他的 你好 梁先生不必客气 我跟丑小姐聊得很愉快 对您的房子也很满意 这是沟房活动 两位看一下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只要房子一过户 房款当天就能到账 这 房产正算是我的命 为什么房款不是打到我 那是因为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啊 是从我的银行卡上扣的全款 再加上所有的手续呢 也都是我的钱 如果把钱打到你的账户上啊 王先生过户呢 就会很麻烦 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 我怕富人区那套房子 等不了那么久 楚小姐说的对 明天我一早的飞机出国 如果因为一个过户手续 耽搁一周的话 会影响我在国外的生意 那这套房子我就不考虑了 老公 我们即使不把房子卖给王先生 卖给别人也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 富人区那套别墅 怕是等不了那么久 富人区 你们要在富人区卖房 对啊 王先生了解内情 当然 我一个表哥是在金融界的大人 他就在那里卖了房 据说那里的房子很抢手 只要有出售的消息 三日之内必定成交 老公 再耽搁下去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我倒是不要紧 我是担心我在工作上帮不到你 你要是担心转账的事情啊 我可以先把我爸给我的那两百万拿出来 然后再加上咱们这些年攒的钱 再找朋友借一借 应该能洗 不行 怎么了老公 那笔钱总就转到海外去了 还不能被他发现 老婆 你不是跟我说 彤彤的教育基金不能动吗 可是你不是担心把这个钱转到我的账户上吗 我是担心 富人区那套房子 是指望不上 你是我老婆 我能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签 那后面的事情就麻烦王先生了 我最近接了个大项目 小忙 没有时间 我先走了 理解 梁先生请便 尽快办落货 要手续齐全 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对了 粮食前有个保险柜 麻烦您帮我保管一下 里面也有很重要的东西 好 你之后怎么打算 我 罗希 罗希 医生 医生 快救救他 他怎么了 顾明月因突然晕倒 最近还频繁出现了头晕打把标头发的惊慌 我上次给你的血液报告检查出结果了吗 确定有问题 但成文复杂 还在分析中 现在人已经昏迷了 我不管你付出怎样的代价都赶紧给我分析出来 让你再多活个一年半再 等我掌握了老头子的人脉 到时候再让你上西天 什么 梁总 是我 您的咖啡泡 刚才你都听到了什么 梁总 这是什么意思 我问你 刚才都听到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梁总 你可以检查一下 里面放的都是歌 如果 不是靠天的 是什么都听不到的 以后没有我的运行 不准进我的办公室 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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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怎么样 我这是怎么了 你刚刚忽然跟你医生说 你说吧 我能挺得住 医生说 你体内的气温多出率 但找不住人 表示一直找不到原因 就会持续闻 直到气孔老婆而死 怎么会这样 你仔细想想 你最近有吃什么 可疑的东西吗 最近吃的跟以前一样 也没有什么不最近的 难道是梁士贤 我今天听到梁士贤说 让你再多活一年半载 等掌握了你爸的人脉 再送你上西天 难道真的是梁士贤 你还发现了什么 他说这话的时候 手里拿着一个白色药瓶 见我进去了 就赶紧藏了起来 那那个白色药瓶 现在在哪里啊 被他放进公文包里了 随身携带的公文包还带锁 里面很可能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东西 对了 你爸现在已经知道 李莉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李莉他妈妈也被你爸爸打断了腿 赶出了家里 而且李莉当小三的事情 也在你的家乡传开了 他们现在知道是你做的 我怕他们找你麻烦 你要小心一点 我不怕他来 就怕他不来 李莉说 原来是先有的白色药瓶 白色药瓶 白色药瓶 我知道 是梁世贤 之前在西餐厅的时候 我看到他拿着一个白色药瓶 往你的酒里下东西 我当时还不以为人 没想到居然是不要 梁世贤他杀了我爸 现在还要被我改进杀许 他简直是处伤 我就是死 也要拉他们下地狱 妈妈不要离开我 妈妈也想陪着你 可是 没有可是 有我在 你一定会 对 我们都在 梁世贤一定会下地狱 但你觉得我会死 多亏了有你们 梁世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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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境外以孟翠华的名义 创建了一家公司 你的两百万 还有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一起转移出了境外 这些已经构成了洗钱罪 只要罪名成立 钱不但要还回来 还得放心 至少五年医生 才五年 出来以后还能继续为非做的 这也太便宜的孙子了吧 确实不够 他杀人的罪证 我已经在找人调查了 只要时机一到 我就会让他落 不过 梁世贤肯定会知道房子的事 你和同学不能再回去住 我爸的房子还给我找 我和同学先去哪里 不行 梁世贤肯定会知道那个地方 要是再找回去 你和彤彤都会有 你和彤彤去我那住 我那房子住 够住 哥 你决定呢 好 等事情平息了再说 那麻烦林小姐 不麻烦不麻烦 彤彤 以后就可以给阿姨注意起来 开不开心 开心 合同都签了 林京为什么不打发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用你什么用 废 看来还是得让楚如西出面了 门怎么打不开 门锁坏了 喂 物业吗 我是一栋三单元502的业主 我们家门锁坏了 帮我开一下 你怎么才来啊 赶紧帮我把门打开 梁先生 很抱歉啊 您这套房子已经卖出去 现在的业主不是您 您无权开锁 什么 难道楚如西已经买好了 富人区的房子 只是没有通知我 那我总得收拾一下里面东西吧 帮我门打开 不好意思的梁先生 是您的太太通知我们 你们一家 要搬到有钱人住的地方 里面的东西您都看不上 让我们物业都处理了 他这是都给我买新的了 对 我太太说的没错 我马上就要搬到富人区 跟你们这种人啊 有于你主 以后你们这个破小区 求着我来我都不来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核对后再拨 怎么会是空号 你干什么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怎么会是空号 世贤哥 淑若曦根本就没有事宜 我有视频证据 林静和杨毅都是他的帮手 喂 我刚买他手机啊 哎呀 喂 淑若曦 我把房子都交到你手里了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我请你给我出来 你谁啊 敢打老子的门 不一定了是不是 什么你的门 这里的业主明明是楚若曦 你到底是谁 那是以前 现在这房子我买了 这是我的家 赶紧滚 我再再来撒一下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楚若曦 你以为你赢了吗 没有我 早晚得死 梁总 梁总 放心吧 房子一定会拿回来 切 快耍我 丢 你 他的工人包 隐隐在车上 这是试贤哥的音 你毁了我吗 他在这里供应试贤哥 要你的劲 我跟你们都是最有用 你毁了 你毁了我 毁了我 你 妹妹 我真的没有要跟你抢梁总 求你 不要跟楚若曦告密 不要把梁总 闭上绝路 你在胡说话什么 什么意思 我解释一下 刚刚 妹妹一进来就质问我 我为什么要帮梁总 他说 梁总落得如此的下场 都是因为他跟楚若曦告的密 他还说 只有把梁总闭上绝路了 梁总才能回来找他 你胡说八道 我什么也没说过 试贤哥 你别心想说的话 我什么也没跟楚若曦说过 那为什么楚若曦 会把黄山斩 为什么楚若曦 又会突然消失 还有谁会去帮我 贿赂临时采购的事情 这些事情 除了我爸妈 只有你知道 试贤哥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还敢撒谎 我 我说你 我落到劲 你 不敢被 我看你什么小人 了吧 张总 可能因为这种小人去吃 现在最重要的是 如何对付楚若曦 拿回您的东西 等我处理了楚若曦 你 再找你这批 这批 你们别爱好心 是贤哥 你为什么这种不信我的话 他是楚若曦的呀 张总 都被你害成这样了 你还在挑逢一件 我怀疑 你楚若曦走就把你收买了 你不就是 赶走老子身边所有的人 让他公立无缘 你跟我说 那你怎么解释 三三两次算计楚若曦 你不但没有让他吃亏 反而让他越来越好 你说我是楚若曦的 可我什么都没有 你 我再也不相信你说话 我 世田 你信的 老婆后悔的 梁总 你到底是谁的人 当然是你的人啊 梁总 好啊 那你就 这么一给我看 好像 这就是了 这 都不给我好下场 梁世贤 我等着你来求我的那天 啊 你可别怪我 要怪 就怪得罪了 不该得罪了 啊 啊 啊 说谁派你来啊 是是一个 是梁的先生 他说 只要伤了你 他所有的秘密 就不会有人知道 梁世贤 这要是 你知道他太多的秘密 他有一百种方式让你死 我们能救你一次 可救不了你两次三次 把我知道都跟你说 救你救我 想说 就去能制裁他的地方说 我把我知道都告诉警方了 可现在 梁世贤潜逃了 我会不会有危险 你放心 梁世贤他自己现在活着都难 应该没空对付 你什么意思 他没空对付 那今天那个帮费 200块钱找的演员 演的还不错 对付 什么 你们 你们敢骗我 我今天在口供里帮你们做成 你们不能丢下我不管 保护一个毁我生活 伤我女儿的人 我还没那么愚蠢 你耍我 以前是你愚蠢 才被梁世贤骗的 做下了丧尽天良的事情 现在 我只是帮你做一回好 对了 劝你不要在外面乱话 免得梁世贤在某个角落盯着你 等着找你报仇呢 你 这种玩 都是除了戏骗我 梁世贤 不用什么大密码呢 喂 若琪 我公司临时有点事 晚些时候回去 你和彤彤搜好门窗先睡 嗯 那你路上小心 不是她的生日 也不是彤彤的生日 两个世贤这种温渣 到底最在意的是什么 2025年 唯一日 是我们结果五周年的日子 是我爸爸八百万遗产到账的日子 事先 我自食之处都是费了钱 我是不会让你退出的 嗯 我 嗯 嗯 哎呀 哎呀 嗯 嗯 嗯 冯夕 你不让我 你也别想 你也别 谢谢你 你不能让人 从我达到胜利 就送我们祖宗三人到地上 哦 一定会感谢我做的第一场 有了这些真剧 我要知识 我一定会让你随战随长 老婆 原来你躲在这儿啊 你可真是让我好找啊 老婆 你老婆 我可一直都没搭呀 既然你不想被撞死 也不想被毒死 那我给你挥死 啊 你说 你只想我们那么想 为什么你才想这样 为什么 你还敢问我为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啊 你仗着自己家里有情 却对我要无量为 我姑姑追了你一年 好不容易才把你追到手 你抱一过来撒一球 我把手挪得好 她是怕我赌她的财产吧 你是你爸费一的女儿 我是你爸爸 我的钱不给我 合手给谁 啊 除了这些钱 得不到 咱们俩谁都比较好过 就是吧 啊 我的钱不给我 合手给谁 啊 除了这些钱 我得不到 咱们俩谁都比较好过 就是吧 啊 我这就送你到地下的文具 啊 啊 这些 你来晚了 我歇死定了 我怎么还能拉个垫背的 直了 你说的是这个吗 我会在你车里 这种不我 我早就已经找到紧张了 若曦她不会的 而你 会生不有 啊 志贤 你志贤 偷偷转走的那两百万已经原路返回了 你爸跟你妈是共犯 也已经捉拿归案了 志贤 你输了 啊 刘志贤 志贤故意杀赢罪 洗钱罪 行贿罪 证据确凿 我们已经提起工作 跟我们走一趟吧 老爸 我算了你原谅我 童童不能没有爸爸啊 老爸 最痛苦的事 就是让童童有你这样的爸爸 就放心了下地狱 童童就算没有爸爸 不会确认啊 童童 你快求求妈妈救救爸爸 童童 童童你救救爸爸啊 童童 妈妈对不起你 妈妈不用说对不起 童童知道那个爸爸不好 我不要了 妈妈 你给童童 换一个新爸爸吧 童童 顾叔叔带你去新家好不好 新家 对 童童和妈妈的新家 走 那新家里除了童童和妈妈 会有顾叔叔吗 那你希望新家有顾叔叔吗 当然希望从高手宽顾叔叔 我哥可不是无死梦想的 你看这个童童关系多好 考虑一下 生活免不了背叛欺骗 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 都希望勇敢的人们 永远不放弃希望